我们看白酒 白酒曾经是基金的打江山的基本盘 你看A股当中成名早一点的 目前在基金公司做投资总的或者副总的 然后掌控的旗舰基金的 基本上都是做白酒起家的 这些年做白酒再加上左右 吃药喝酒起家的 基本上是这拨人 那么是行业他就要周期 他只是周期强奏而已 那白酒以往是以弱周期强增长 然后享受持续的神话估值 这样的起家的 那么在以往也确实 他没有遇到别的有利的对手 就是竞争者 我们讲的是这个投资标的上面的竞争词 第二一个呢 他之前呢也确实呢具备反复的价值发现的空间 再加上的他的这个经营上面的增长 也有过的相对高速的这样一些阶段 这是美好的岁月 美好的日子 那走到现在呢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白酒 也进入一个尴尬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从他的投资者构成上面来看 依然是机构的重仓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行业 对吧 非常重仓啊 你看这个前二十里头 有 前二十个重仓里头 应该是有几个 四个还是五个 白酒 前一百个里头 基本上就得占一半 就白酒里头 对吧 他这个呢 从机构的仓位来讲呢 他是接近饱和 还是很满的 这样一个状态 也就是什么呢 他没有什么增仓的余地 明白吗 就是他没有新增的购买力 他的仓位呢 已经是严重超配 这是他第一个问题 吃仓的角度 第二个呢 他从创造价值的角度来讲 市场表现啊 我们讲单纯讲市场表现 他也没什么余地 对吧 你看这次呢 毛五加上呢 这个四川老教 这个特别明显 那就是走势自重 这个不容易涨 容易调整 这样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呢 拿他没有超而受益 第一呢 那是拿他呢 占了很重的仓位 第二是拿他呢 没有超而受益 对吧 这是问题嘛 那第三是什么呢 第三就现在 风风火火的这些年轻的 心打出来的这些激进精力 现在呢 都是偏在硬的上面 对吧 以菜经理为代表的 还有比菜经理的更年轻的 更激进的一步 对吧 这波呢 基本上都是在偏硬科技上面 他们其实对酒也没什么兴趣 所以从基金配置的角度来讲呢 他就很尴尬了 他已经很尴尬了 这是第一个 白酒的问题 第二一个呢 就是从需求端来讲 就真正的贴着白酒企业来做分析 它的增长是很薄弱的了 对吧 然后高度呢 依赖这个涨价 那现在涨价的肯定不会是一个友好的事情 因为政策呢 所有打压的就是高价 你只要是高价暴力 你就算了吧 对吧 所以呢 白酒想再次呢 靠涨价去维持它的业绩增长 维持它的业绩增速 也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可能的 那这个呢 它就缺乏来自基本面的支持 前面呢 我们主要强调的是 资金面 第二一个呢 强调的是 基本面 就公司层面 上面的一个状况 对吧 很难再给你一个涨价的一个空间 那很多人呢 对茅台呢 寄希望说 那你不是卖这个969吧 然后 秒杀的时候 不是1499都秒吧 那你可以调上去啊 把这个差价自己赚了 你们觉得可能吗 对吧 我们先不说 就是它在这个价格体系当中 可能隐含的一个利益分配 这里头的这个因素 我们就说 我们就说一般的商品 从出厂价到批发价到零售价 有没有一个正常的提及 这个是要给别人赚的 对吧 人家方美干事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正常的价差 它是没办法全部抹掉了 你不能扁平化到像这个 这个像这个叫奶茶一样 你现场加工 现场销售 利润全你的 他不可能这样去做 对吧 这是 这是一个 就是他的商业的模式 由来已久 不太可能的 一下子去改变 去颠覆 而且体量如此之大 你要改一下 那真是伤筋众骨 你都不知道错在哪里 哪一下呢 跟斗下去 老胳膊老腿的 就起不来了 对吧 这个呢 是风险极其大的 第二一个呢 茅台这个让利 它是有回报的 它并不是 这个让利没有回报 它的回报在哪呢 它的回报呢 就是它的销售 完全不用玩 人家全部给它干完了 对吧 人家上门给你塞钱 送这个黄金 对吧 那第二一个呢 就是没有应收款 那你钱全部拿过来了 你去看每年 这个茅台的 这个利润构成里头 有很大的一块 是资金回报的 那就相当 它是一个准 准金融公司 它的盈利里头呢 我一再次认为说 它有一部分 是来自白酒 有一部分 是来自预收 预收款 产生的利息回报 这一般的企业 可能想起来说 那这能有几个钱 那茅台你去看 一年 不只是用亿为单位 而是用十亿为单位 这里头的这笔钱 大得不得了 对吧 这东西呢 这东西呢 就是问题 商业模式当中 享受的好处 在某一天 就会反过来 自约你 成为你改不动的 阻碍的力量 对吧 这也很成长 然后呢 我们再看的 这个目前技术面的走势 毛五不用讲了 它肯定是在破位的 现实和边缘之中 两种吧 我们不说一种吧 对吧 从走势上面来讲呢 它是阶段性创新低 降价延伸 而且加量卑离 从这个更大的结构来讲呢 它无非呢 是到了去年的那个平台 有一点点支撑 这样的一个状况 从走势强热比较来讲呢 它在行业板块内部 它成为弱势股 也就是说它有强转弱 从先从内部变化 已经出现 那么从它板块内部的 强势股来讲 目前来看呢 也都很危险 就是很典型 就是一个板块的操作 操到偏垃圾品种 不占完毕 那种状况 你靠垃圾品种 再去打空间 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 你靠垃圾品种 像使得 要出使不得 那我觉得 效果也一板板 好吧 总体来讲呢 我就觉得呢 就昨天呢 政府出来 监管部门呢 出来沟通 很有必要 在昨天晚上呢 还在今天的A股上面 也都立竿见影 产生了这个效果 但是呢 问题 还没有真正解决 而且问题呢 要解决 也需要呢 从根本质上面的 去解决 也不是呢 像放心嗨 这样出来 就能够解决的 好吧 那么我们就说这么多 咯 这样呢 咯 咯 咯 谢谢大家